分享宏观经济洞察市场数据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6号 欢迎来到本期一新回评 首先我们来回顾重要数据 上周四 备受关注的美国6月CPA数据全面降温 核心CPA年累录得3.3% 低于市场预期 并且回落至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值大幅跳水 一度逼近104关口 CPA数据公布后 增强了美联储9月开始降息的希望 市场开始定价 美联储今年有可能将降息三次 欧洲央行在上个月启动了首次降息 但欧洲最近的通胀和工资增长数据都有所上升 欧洲央行最近的言论也强调了 再次降息之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数据 市场预计 本周的欧洲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 市场的焦点将集中在 对未来降息时机以及步伐的预期 如果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不提供任何明确的前瞻性值等 欧元可能会延迟近期的涨势 如果它承诺在9月降息 这将对欧元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消费者支出似乎也放缓了 周二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将会提供更多的证据 消费的进步疲软将增强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而任何意外反弹都可能会促使美元止跌回升 美元指数目前停留在104的支撑位 市场将关注其能否守住这一点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